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迪丽热巴回国终于营业 穿吊带短裙露小蛮腰 肚子平平力破怀孕传闻 2月28日 迪丽热巴在回国后终于开启营业模式 这也是他新年过后的首次营业 对不少粉丝来说 迪丽热巴的这个小长假时间有点长 以至于这期间各种谣言满天飞 如今热巴终于现身工作 粉丝一直高悬的心总算可以安然放下 从画面看 迪丽热巴正在片场拍摄最新广告 当天她梳着少女赶爆棚的麻花片 娇俏小脸依旧是水嫩动人 此次广告主题主打青春少女运动风 热巴身穿粉色吊带上衣搭配白褶短裙 整个人看上去元气满满 活力十足 镜头中可以隐约看到其露出的小蛮腰 肚子平平几乎没有一丝坠肉 这曼妙优越的身材足以力破外界的怀孕传闻 在拍摄广告期间 迪丽热巴的脸上一直荡漾着甜美的微笑 看来她并没有被之前的谣言风波影响到心情 以最佳状态投入工作之中 拍摄过程中 热巴时常与工作人员交流拍摄细节 在对方的指引下不断修正自己的动作 以便呈现出最好的拍摄效果 可以看出片场整体工作氛围相当愉悦 热巴本人亲切随和 半点没有明星架子 与现场的工作人员相处的颇为融洽 整个拍摄任务进展也十分顺利 其实在前几日 热巴已经提前曝光了一组写真大片 镜头中的热巴一袭黑衣 气质清冷且高贵 黑色蕾丝照山下 窈窕有致的身材若隐若现 平坦的小腹也极其抢镜 裙子采用前短后长的别致设计 恰好展露出热巴修长优越的腿部线条 这些都足以证明有关热巴怀孕的传闻 都是不切实际的谣言 另外 热巴回国有网友在机场还曾偶遇到他 即便当天的他全身包裹严饰 衣着颇为厚重 但依旧能看出他身材纤细 动作灵巧 在机场之际 热巴更是自己推着行李车 车上搁置着满满当当的行李 细节之处也能看出热巴身姿轻盈 根本没有所谓的运香 前段时间 有关迪丽热巴与黄景瑜的恋情绯闻 被再度提及 由狗子更是爆出猛料 声称热巴已经怀孕 将于今年一十月生产 而孩子父亲自然就是绯闻男友黄景瑜 此料一出 立马在外界掀起轩然大波 为了以正视听 热巴工作室随后发布严厉声明怒斥造谣者 并且直接列出了参与造谣的网友ID 黄景瑜工作室也紧跟其后 同样发布声明禁止大家造谣传谣 不过双方声明中都没有明确辟谣两人的恋情 其实之前迪丽热巴曾公开晒出露妖照 也间接辟谣怀孕的谣言 只不过当时有网友表示这张照片是旧照 以至于谣言越来越多 如今热巴也以实际行动力证清白 想来热巴出道这么多年 早已习惯了娱乐圈里的腥风血雨 所以对铺天盖地的谣言也已经习引为常 即便已经澄清依旧会被人恶意解读 如今开始营业 想来这些谣言也会终止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点赞 订阅 转发 人家 补业 наконец換来你 在下一堆 还会继续